大家好 欢迎回到3D Builder的教学现场 我是台湾3D匹乐园的小白老师 好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跟各位说明 有关3D Builder的三大功能 第一个就是移动模式 今天我想要把这个方块 前后左右上下移动 我该怎么做 大家会看到这个方块 它有三个箭头 这个箭头是蓝色 这是蓝色 这是绿色 当这个箭头是绿色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方块可以朝向 这个方向进行移动 那我点着这个绿色的箭头 左键滑鼠左键点着 进行移动 那如果我要让这个方块进行左右移动呢 一样点一下蓝色箭头变绿色 然后滑鼠的左键点着 拖拉 那如果今天我要上下移动呢 一样把这个蓝色箭头变绿色 往上拉上去 一样都是滑鼠的左键 按着往上拉 大家会发现右上方的数字在跑 对这个就是平台跟方块的位置在哪里 那我可不可以用输入的方式来输入高度 可以 点一下 我们把这个改成20 看看这个高度会变成怎样 它到这里了 那如果我把它改成40呢 它会到哪里 它到这里了 那如果今天我想要让这个方块平平的贴在这一个列印床上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选物体物件模式 这边有一个放置 我们点选下去 它这边就告诉你了 方块平躺的部分 它已经放置在列印床上 平躺好了 OK 那我们OK打勾勾 好 这就是我们三大功能的其中的第一个移动模式 那如果今天我让这个高度变成0 大家知道它会跑到哪里吗 我们来看看 试试看咯 有没有发现 它是在方块的正中央切一半 那如果是这个方向变成0呢 它是跑到这里 那如果这个方向变成0呢 点一下 按0 就会发现 当长宽高都是0的时候 距离都是0的时候 它居然是在这一个列印平台的角角 而这个是在中心点 物件的中心点的位置 这是比较不一样的 一般我们的3D绘图软体 如果我把它的 尤其是这个高度 射成0的话 它应该会在这个列印床上 但是3D Builder很特别 你射成0 它刚好就给你切在它的正中央 这是最特别的地方 好的 那我们再让它回到平台上吧 OK 移过来 移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三大天王之一的 移动功能 移动模式 大家可以现在开始试试看咯